競輪和增鮮賽是短行的 全能賽算是一個長行 我先講解競輪賽和增鮮賽 玩法其實蠻簡單 一般是六位車手由電單車帶領 電單車帶五圈半 剩下兩圈半的時候電單車離開 由車手各自爭奪 另外一個叫增鮮賽 需要做一個200米的苦衝 鬥快先進入初賽 初賽是一個回合 準決賽後就三盤兩勝 這個比賽比較考驗車手的耐性和戰術 全能賽基本上車手要在兩天內完成六個項目 前五項分別有計時賽和大組項目 總得分就會到最後一個比賽項目寄分賽 總分最高的就要贏 所以我們計時賽一般會在自己的增鮮道 或者在一個主道裡面踩 紅色線和黑色線裡面的範圍是主道 如果要爬頭通常都會在紅線以上